雨滴滴答答下不停 北台湾连续阴雨湿冷 衣服明明已经洗过 却还是隐约有一股异味 很多人以为是因为天气太潮湿 但其实是人体身上的皮脂在作怪 有时候洗完衣服 常常就是还是会闻到一些奇怪的味道 例如说像大衣或是厚毛衣这种 我们在家穿的睡衣 明明就是已经还蛮干净的 因为都只在家穿而已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闻到一些奇怪的味道 其实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还是在做正常的代谢 所以就会分泌一些油脂之类的 再加上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是睡衣就是很干净 就会觉得很久很久再洗一次 那这些皮脂堆积在衣服上 就会有产生一些臭味的问题 店妹穿出门的睡衣也都有味道 冬天衣物连穿好几天才清洗 特别容易在衣物纤维中 累积皮脂与油脂 家事打人教大家解决困扰 不要太久才洗衣服 尽快把衣服洗掉 因为我们的皮脂 就是接触到空气就会氧化 就会有臭味 如果选择可以抗菌又抗氧化的洗衣精的话 它不仅可以把深层纤维这个皮脂 油脂把它洗掉 那也可以这个降低这个细菌的滋生 从源头解决意味问题 选择合适的洗衣精 防止皮脂氧化 让衣物发臭 一次洗去闷臭 摆脱冬天衣物 脑人怪味道 三连新闻的影响资料建议 台北报道